888 春夏秋冬 烈日狂风 为了供电 服务的心始终没变 欢迎收看民事国际新闻 我是刘芳慈 首先带来关心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 在下个星期二 十一月三号要正式登场了 现在正式倒数 不到一个星期 两党候选人 也在最后冲刺了 要拼连任的川普 他依旧形成满岛 光是台湾时间 今天一天 他就连跑了三个州 来造势 包含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 还有内布拉斯加 那么他的妻子 第一夫人 美拉尼亚 则是首度单独现身 造势场合 也是在关键的宾州 来替川普拉台人气 那么另外拜登 则是前往乔治亚州 来拉票 其实是在十一月三号 不过今年因为 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 提前投票的状况 人潮相当踊跃 根据最新统计 现在已经有超过 七千万选民 完成了提前 投票 那么民调又是如何呢 根据民调机构 拉斯穆森报告显示 川普和拜登 这两天陷入了拉锯战 那么川普一度领先 拜登百分之一 媒体最新一期的新闻周刊 就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摆上封面 控诉说中国密谋颠覆美国 以六百个团体进行渗透分化 还有另外一个保守态媒体 叫做国家脉动 只是在昨天释出了一段这个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儿子 韩特的录音档 这个里头呢 韩特称他的这个商业合伙人其实是中国的间谍 另外还有其他的内容其实也间接打破了拜登之前自称说他对于儿子生意一概不知的谎言 上一届的美国大选民调大失准 不说到这个民调比起民调数字 很多美国人可能会更选择要相信这个位在宾州的烘焙坊 总统候选人的饼干销售量了 因为包含上一届还有过去三届的大选呢 这家烘焙坊的预测都非常的神卷 还因此被封为饼干界的章鱼哥 好今年到底是预测川普还是拜登会胜出呢 我们带你来看 其实烘焙坊老板2008年推出候选人饼干只是出于好玩 没想到因为超神准预测而声明大噪 今年能不能再次压对保 再过几天就会揭晓 您新闻做报道 刚才我们报道当中有提到 今年提前投票的人数是这个位居第一创下记录了 特别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相当严重的关系 甚至到现在疫情还是没有缓解 过去七天美国有将近五十万人染上武汉肺炎 平均换算下来 每一天就新增了将近七万起的确诊病例 全美五十周有三十七周新增病例呈现上升的趋势 十六周的七天平均新增确诊数创下新高 那目前全国这个全美国累计确诊人数超过八百八十六万 死亡人数逼近二三万 依旧是位居全球第一高 民众上街示威抗议 那么意大利现在因为这个确诊人数也是新增 也破纪录了 所以实施新的宵禁令 但是没有想到有民众因此上街来抗议 另外说意大利 法国也是持续的延距 二十五号单日确诊 飙迫五万人之后 现在呢商讨防疫对策 很可能是在星期四 会再度实施全国封城令 但会比先前三到五月的封城规定宽松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不管在欧洲还是亚洲美洲 这个疫情重创了各行各业 没有办法履行 航空业相当的惨淡 不过台湾的这个华航和长荣 两家却是靠着货运逆势获利 《华尔街日报》最新公布的第二季财报 显示全球只有四家航空业者赚钱 那么华航和长荣就分居第一和第四 相较之下 日本ANA全日空就赔很大 母公司昨天公布了最新的年度财测 是预计到明年三月为止的年度净利润 将会亏损五千一百亿日元 创下了史上新高 那么现在业者只好推出一系列的减薪 合并航线或者是出售设备等等方案 希望可以撑过危机 曾经是武汉肺炎疫情的重症 不过在经历了将近四个月的严格封锁措施之后 终于在今天迎来解封 维多利亚省长安德鲁斯表示 此次解封商机庞大 约十八万人恢复正常工作 而这要感谢过去一段时间 所有居民的配合 八号将再度松绑更多限制 届时墨尔本都会区和维多利亚省的旅行禁令 将全部解除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中东卡达首都杜哈的机场 这个月初在化妆室里头 发现了一名弃婴 那么当时卡达当局对于飞往澳洲航班的 所有女性乘客进行侵入性的检查 当中包含了十三名澳洲人 那么这起事件也引发了澳洲政府关切 澳洲外交部长潘恩今天还表示 其实有多达十架班机的女乘客 都被迫侵入性的受检 而且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先前 他们所公布有做侵入性检查的数字 那么对此卡达方面则表示 侵犯到个人自由感到相当遗憾 娱乐焦点来看的是台湾女孩周子瑜 所属的南韩人气女子团体TWICE 日前发行了第二张正规专辑 立刻横扫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 iTunes专辑榜冠军 要进入准战争状态时 现在当场雨色三十秒 五国立委就算说发言人根本像机器人一样 美国最近宣布了好几项对台军售 尤其是远程陆弓飞弹 还有暗制鱼叉飞弹 让台湾进一步成为所谓的刺猬岛 并且跟美国共同来抵御中国的扩张 好对于台海如此紧张情势 今天国台办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呢 被记者问到说两岸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准战争状态时 国台办发言人竟然一改过去犀利的样子 雨色当机三十秒钟 还说先问下个问题好不好 在商业论坛今天在越南河内登场了 台湾也首都透过视讯的方式来参与公开演讲 AIT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丽英杰就大力称赞说 台湾这回在疫情当中脱颖而出 也成为关键物资的可靠供应商 台北关系相当友好 特别是二零一六川普总统上任以来 很多的施政让台湾民众相当有感 有鉴于此 根据一份英国民调显示 台湾是亚太和欧洲十五个国家当中 唯一对于这回大选中 对于这个川普的支持度高于拜登的国家 台湾民意会投射在现任总统川普身上 新闻最后报道 现在距离这场这个大选正式投票日 十一月三号倒数六天 那么今年因为在疫情冲击之下 川普和拜登的竞选活动也受到影响 双方阵营便转为改打广告战 包含总统还有其他公职竞选的政治广告数量呢 现在已经创下了史上新高了 而作用庞大募款资金的拜登阵营 在广告支出上是远高于川普阵营的 但是川普阵营也从事了二零一六年 他们胜选的绝招 特别是主公脸书等等这种社群媒体的广告 好不过广告战难道真的就是胜选的名牌吗 请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Jew Biden has never been a moderate Now he's nothing but a Trojan horse for the radical left And just like the socialist The first thing he wants to do is raise your taxes Defeld 疫情影响之下 全球越来越仰赖线上消费 中国线上支付龙头 蚂蚁集团也积极推动IPO 昨天公布了发行价 规模达到三百四十五亿美元 这是超越了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IPO 好 这里让蚂蚁部分股权的持有者 也就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办人 马云渴望要升为全球第十一大富豪 全球第十一大富豪 民事新闻林云贤中文报道 人气动漫鬼灭之刃 在日本当地的漫画单行本销量 标破一亿本 另外动画剧场版上映短短十天 票房就突破了一百亿日元 刷新史上最快记录 然而庞大的商机也让盗版猖獗 警方抓不胜抓 澳洲的大宝礁海域 最近发现一座巨型珊瑚礁 游泳相当于台北101的高度 是120年来首见 希望的最后带您一块来欣赏 我是李方思 感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